中印刚传细讯 俄方就动起了歪脑筋 他真要把图160轰炸机卖给印度吗 最近中印两国在边境问题上终于达成了初步和解 这让不少人倍感意外 对美国来说 这无疑是一记意外的耳光 按照美国那种非黑即白的逻辑来看 印度的操作是典型的叛变 向中国靠拢的意图昭然若揭 这下白宫自然有100个不满意 然而面对中印边境局势的缓和 他们却无能为力 毕竟现在是总统大选的关键节点 各路政客忙着站队拉票 也顾不上挑拨中印关系了 那你想 等到大选落幕 中印边境的军事接触也许早就告一段落 重新回到2022年之前的状态 到时候白宫再想挑事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不过我们在讨论中印关系的时候 大家往往把关注点都聚焦在美国身上 却忽略了另一个角色 就是俄罗斯 实际上 这次中印边境刚刚传出缓和的喜讯 俄罗斯立刻就冻起了歪脑筋 对印度伸出橄榄枝 可靠消息报道 俄方有意向印度推销它的顶级轰炸机图160 对于军迷朋友们来说 图160算是顶顶大名的空中堡垒了 也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之一 更有趣的是俄罗斯打算卖给印度的还是改进版 性能升级 性价比更高 其实俄方向印度出售武器也不稀奇 因为印度军火库里面有超过50%的装备 那都是俄制武器 双方在军备上的关系也是根深蒂固的 但这次俄罗斯选择在中印边境缓和的时候 甩出这张牌 难免让人浮想连篇 就像一名貌似公正的调解员 表面上劝和 但背地里却悄悄给你递刀子 更值得关注的是 印度军方早就对图160青睐有加 特别是中国在边境部署轰炸机之后 印度更如坐针毡 急于获得相应的对等威慑力量 而现在俄罗斯主动送上门 正好给印度一场及时雨 然而这种关键时刻的推销举动 不免让人怀疑俄罗斯背后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这真的是单纯的经济行为 还是打算利用印度牵制中国呢 毕竟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攀升 眼红的国家可不在少数啊 俄罗斯未必能免俗 无论如何 俄罗斯这波友情促销 还要给中印边境局势带来新的变数 印度倘若真的购入图160 边境紧张气氛可能会再度升温 而印度选择的所谓平衡战略 看似聪明却像是玩一场高难度的钢丝秀 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 俄罗斯此举究竟是为印度的平衡助力 还是推印度一把加速计划向军备竞赛的深渊呢 这一切都留待时间解销 安心